花蓮403强震余震不断 东华大学受风校区 见不起23号余震宿舍外墙 瓷砖崩落 这乌龟被震到东倒西歪 就连天花板也掉落在地面上 地牛狂翻身 好在校方已经有403强震经验 提前改采线上为主课程 因此并未传出严重灾情 而同样未在花蓮的慈祭大学 学生同样半夜被余震惊醒 宿舍外广场挤满一大群 惊魂未定的学生 余震发生时 校方第一时间疏散1300多名学生 有学生苦中作乐 自嘲像是在半夜市 慈祭大学校长也在凌晨4点 赶到宿舍关心学生 到最大规模6.3的时候 就是狂有感觉在床上 有点被甩出去的那种感觉 应该说凌晨 它这个地震之后 同学们大概3点到4点的时候 大概七八十位 就是在我们的宿舍的空的地方 位于寿丰厢的花蓮大桥 同样震感强烈 从监视器画面上可以看到 6.3余震发生时 整个桥面剧烈晃动 路灯也开始疯狂 左右摇摆 持续将近三十秒才停下来 零四零三都只是裂掉而已 对对对 后续十点半就整个都垮下来了 403强镇花蓮寿风箱首当其冲 被贴红单列为围楼的树光民宿 其中一栋两层楼建筑 同样因为余震直接坍塌 变成一层楼 就连私人墓园安乐园 强镇也造成一楼梁柱断裂 地板塌陷等受损情形 所见当时员工并没有在屋内 喂酿人员伤亡 有惊无险 三连新闻七条报导